好 各位观众 我们来看一下餐水歌 读奶餐水 这ID蛮有意思的啊 看看到底有没有餐水 我们这个保质保量的不会餐水啊 只会认真分析 对吧 免检产品 前锋机械魔术加油拆 修机速度很快这个阵容 上来的话 如果说厂长抓的是个魔术 使我觉得穷者这边有点机会 抓油拆也行吧 抓机械石可能有点够呛 因为介石不太溜得动 然后呢 厂长一波防守节奏起来 就是厂长的一个滚雪球 我们看厂长这边不带张狂 带的是个底牌 也就是说他把一切压在了中后期 带的是放狗还是 放狗厂长的话呢 我们之前见那个前国服敌厂长西瓜是有用过的 本来我觉得这个放狗厂长很好用 很厉害 但是后来看完这些顶尖求人者 他们面对这个放狗的一些操作之后 我觉得放狗厂长可能在巅峰分段不一定好用 因为他们都很能弄 放狗了吗 这边的话等 应该是等 等这边的那个黑炭出来也会开始放狗吧 还是说这边先打一刀 有机会能打一刀了 因为这边那是他的一个追猎起来了 然后直接放狗 我觉得可以不用等这个 哦 他这个 那这个放狗应该是留着准备做防守了 黑炭过来 一刀 没打中 这黑炭也是不给力啊 这波有点亏啊 这波有点亏 这波的话 因为这套阵容修机速度太快了 你耽搁个几秒钟 外面就是总量加起来可能就是10% 20%的机子 再放黑炭 那就一切压在防守上面 进头给他前锋 哎 前锋想保一手 厂长这边有反应 我那个区 放个黑炭吗 放个黑炭千人 前锋只能撞救 那这波要不要再防一个前锋的撞救 他其实 哦 切金身 小伙子 可以啊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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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没想到的 我觉得他其实刚才这边的话 选择那个 换娃过来 放黑炭 牵气球刀吗 打一刀 这边黑炭 哎哟 哎哟 猛啊 这打的有点好 这个感觉就背后长了眼 他防住了这个前锋 然后这边再通过双刀拦住了这边的魔术师 再换娃过去 牵起来打气球刀吗 他这边应该是要牵起来打气球刀了 救下来 再补 魔术师挂上 那边的话 给娃上个火 直接换 也行 但是救下来 救下来和前锋拉拨球 嗯 他还是可以给娃上火的感觉 等 等 等 给娃上火 一刀 漂亮 哇 四刀 打得这么细吗 餐水哥 有点六啊 留拆起来 那前锋先挂飞啊 前锋先挂飞 他这边是防魔术师去救前锋 救那个机械师 哎呦我去 娃娃在摸 不动就可以了 确实不动就可以了 你要打得凶一点吗 赶过去什么的 也没什么必要 这里机械师的娃娃跟 牛车一起来 飞轮 一刀先打完 再打 还有 打 哇 那个血 杀鱼都捶烂了呀 换一波娃 然后过去捡一个黄娃 还是怎么说 确实打得有点好 但他这个好呢 好在就是他对于求生者的意图 了解的非常清楚啊 就是 我经常讲到的就是他是用脑子引的 他是用脑子引的 智力型选手 这里的话 那个因为油拆是教自己的 所以前锋这边就算起来直接拆娃也没什么用 锁定一个四抓了 精神 好的 我们下次再看啊 智力型选手 打得好 打得好 就 我得去看回放 他到底第一波是如何判断到这个前锋的 打得好 打脑子打得好 valid